美国政府放话要削弱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来作为北京制定了港版国安法的报复 联系汇率到底是什么 重要性如何 打破了制度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是谁受害 带您快来看 嗨大家好我是志玉 今天要跟您来聊一聊 要关港股前景的大事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叫做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好那么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呢 最近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难关 那就是美国说 很可能考虑要破坏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这会是金融界的核弹等级的一个引爆吗 现在大家非常的好奇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制度这么样的重要 因为呢很多人形容说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这顾名思义联系汇率嘛 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呢要把这个港币 把港币呢 跟美元呢 他们要紧紧相继 联系嘛 联系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要连在一起 连你中有我我中 不是啦 反正他们都是紧盯的一个状态 就是呢港币的汇率要紧盯 这个美元的汇率 他们要维持在一定的一个汇率兑换的区间当中 那么这项联系汇率制度呢 就被认定哦 这个是香港的金融金融 经济稳定的基础 好了那现在美国呢 为了要报复北京制定了港版国安法 考虑要破坏这项制度哦 那我们来看到啊 为什么要破坏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彭博社 他引述了相关人士的报道 他就讲啦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庞佩奥啊 他的下属 那还有一说 因为现在到底是谁 不是那么确定 还有一说说是川普的高级顾问 那他们就提议了 因为呢 就开了一个会说哎呀 这个北京制定了港版国安法 所以要报复他 好那我现在要报复他 我就要想一个办法 打蛇打七寸嘛 我要报复你 当然你要在意的事情啊 如果报复你一个什么小鸟事情 然后北京也不太在意 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看跳梁小丑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care 所以呢一定要打到 他会痛的地方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白宫的一些顾问 就讲了 香港对于北京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攻击香港 那我要攻击香港呢 我又要攻击哪一点 这个北京才会觉得 我很在意哦 他们就说了 要来攻击这个联系汇率制度 那他们要用的方法是 用限制香港兑换美元这样的方式 来攻击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只是呢你要攻击现在是一个想法嘛 所以呢这个想法抛出来了之后呢 有人觉得说哦 好哦好哦好哦 因为呢这个北京是依赖香港 向全世界的投资人筹资 如果我们攻击他的连续汇率制度 然后弱化了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我就可以惩罚北京咯 但是有人这样担心 我们来看他们担心的一个看法如何 担心的说啊 这个觉得如果真的破坏了联系汇率制度的话 可能只会损害到香港 跟美国银行的利益 甚至他们很担心 美股可能会因此暴跌 好所以呢看到了 有人这样考虑了哦 那川普总统应该不会出招了吧 川普总统最在意的是什么 美国股市嘛 所以呢他要美国股市hold住 他才有可能连任嘛 所以呢哎他现在看起来好像 应该不会出手要惩罚用这一招了吧 但是你也很难说啊 所以呢到底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 什么叫做联系汇率制度 好我们来给大家一个小百科哦 那么大家科普一下 到底什么是联系汇率 那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 重要到可以拿来当成武器 对付香港 那他是有历史原由的哦 是在1980年的初期 那个时候呢 这个香港呢 还是一个这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那那个时候香港 这个1980年嘛 那时候还没有回归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面临到 香港人心惶惶 哎呀这个回归了之后会怎么样 英国要抛弃我们了吗 那我们还会是一个 这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有自由民主吗 很不晓得不晓得前途茫茫啊 然后那个时候又遭逢了股灾 所以呢 那个时候香港对于这个港元 信心动摇 所以港币是不断不断的贬值 那个时候的香港政府 为了要挽救金融体系 所以在这个日子 1983年的10月15号 他就宣布他要采取连续 这汇率 联系汇率制度 然后把港币设定在一个区间哦 这个区间呢 是7.75到7.85 对应美元的区间波动 然后无论如何 就是让港元跟美元挂钩 然后呢给一个区间就是在这里 7.75到7.85港元 这个区间让你波动很小 就这个区间波动 然后呢你就不会再狂升 你也不会狂扁 反正就在这个区间 让他非常稳定 然后呢你说 那哪有这个汇率能够不动如山 总是会有个风吹草动吧 一下子金融风暴 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那怎么办呢 香港他们的一个方法是 香港的金融管理局 他就会透过买卖 然后呢来降低或升高港币的供应 然后影响汇兑成本 简单来讲 就是呢在这个区间 7.75到7.85这个区间 只要接近两端 哦快要升破了 哦快要扁破了 于是呢金融管理局呢 就会在这两端出手 然后稳定汇率 他会买进或卖出委员 这个港元 然后让他的一个汇率呢 维持在这个区间当中 然后呢 为了要挂钩美元嘛 所以呢美元 如果出现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话 那香港都会跟哦 比如说呢 像是美国联准会啊 他们要宣布升息 那香港通常就会跟着降息 要降息就降息 升息就升息 通常也会追踪 美国的货币政策 那于是呢 现在的香港 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之一 在全世界的美元交易当中呢 他也排名第三 这个对一个这个投资者来讲 应该说现在大环境当中 还是美元霸权嘛 全世界大约呢 这个六成七成八成的一个交易 都是透过美元交易 尤其呢 是在国对国之间的跨国交易 全球的一个贸易过程当中 他用的基本上还是用美元交易嘛 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货币 好那你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意大利人 我到了香港来跟你交易的话 我如果还有一个美元的汇兑风险 比如说美元呢 我可能要用我的意大利的货币 对美元换一次 然后我跟香港人做生意嘛 所以呢我还要用美元 再跟港币再换一次 所以呢对于一个海外投资者来讲 我等于呢会出现两次的汇兑风险 那这是很大的风险嘛 如果说你的利润比较低的话 你的汇兑一浮动 汇率一浮动 哎呀我的利润吃掉了 那我到底还干嘛做生意啊 太衰了吧 所以呢那个风险很大 好那你说港币现在跟美元挂钩哦 那等于是其中这个部分 跟香港做生意这个部分 诶 汇率的波动风险就没有了哟 所以呢对很多的海外投资者来讲 天哪这是一个投资天堂 因为我少掉了美元跟港币之间的 汇率波动的风险 反正它就在那个区间 反正你就知道香港政府告诉你说 我就是联系汇率啊 无论如何就是在7.75到7.85中间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完全可以知道说 哦就在这里 所以我做生意就非常容易了 那么也因此呢 香港就吸引了大批的海外资金 中国的内地资金 全部都来到了香港才会有人讲这个联系汇率制度 就是香港金融跟经济稳定的基础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的香港 可以说有惊天荣景 这样的一个这个亚洲金融中心 全世界第三的一个金融中心 就是奠基于他的这样一个汇率制度 好那联系汇率制度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就带你来看了 你说讲得很好听啊 联系汇率 那你到底有没有办到呢 哦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亚洲四小龙 在过去一段时间来的汇率走势图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香港在实施联系汇率 哇真的是实施到不得了 这个极致了 一条线的汇率 真的不动如山 真的不会动 好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风吹不动的港元对美元的汇率 就这一条线 这如果是那个心肺复苏图证已经死了 好它就是一条线 好那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嘛 我们来看到往下这个汇率一直在升值的 这个是新加坡币 你看这个汇率的波动有多大 哦这个是 这个会扁的会升的哦 哇这个波动很大 好那我们来看看台币在哪里 台币在这个位置点哦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条 这个是台币 你看也是起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好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寒环 哦寒环哦啊不得了 哇这个寒环波动很大哦 这个玩大怒神一样的 所以呢你就看得出来 光是在亚洲几个国家 你就看到那个币值 只有香港可以不动如山的维持稳定 这就是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那你说它要维持这么久的 这个不动如山太威太厉害 你看这是很久耶 从1999年一直到 到最近的一个年份耶 好那这中间到底经历过了多少大风大浪 你知道总是要有挑战 你才知道它是怎么办到很厉害嘛 那我们就从事件带大家把这个时间序拉出来 带您来看一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施了联系汇率制度以来 香港历经了多少次的风波 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在之前 1983年实施的吗 那1983年之前你看 这个美元兑港幣 这也是大怒神 这个也是哇不得了 好那么到这个地方呢 汇率这个联系制度一实施之后 你看马上停住了 不动如山 那当中历经了1997年啊 这个回归啊 1998年金融风暴啊 你看也没有什么动哦 2003年上二十疫情啊 08年的金融海啸啊 09年的欧债风暴啊 你看也没有啊 就一点点一点点 马上金管局就会出手 把它hold住 然后呢到了你看脱欧啊 脱欧有没有 一点点好 18年贸易战啊 有一点点波动 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住 它的一个联系汇率 都把它hold住在那个区间当中 那这当中有一个年份 我们要特别带你看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讲到港幣 你就会想到说 曾经索罗斯 金融大厄出手要狙击港元 因为他觉得要回归了 所以呢他认为 港幣应该会贬值 因为从一个民主的国家 过渡到一个 他认为极权的国家 一定这个币值会贬值 大家会出逃 所以呢你看在97年的时候 98年这个位置 就是索罗斯出手的时候 有吗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有被这个索罗斯 这个空港元 然后狙击港元 然后导致他狂贬吗 没有啊没有啊 不动如山 也就是说索罗斯在这一亿当中 应该是可以说是他 人生投资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了 他率领着国际资金 大举放空港元 结果呢 在联系汇率底下 他是惨亏离场 于是呢就很多的这个分析师就分析了 他说其实香港的金管局啊 他们要来搞定这个联系汇率 把他hold住的区间 他有很多方式 包括像是升息啊 增加你放空港币的成本啊 亦或是呢 他可以这个在两头区间的两头 做一些方式动一些手脚 包括政策工具的 包括直接呢 用资金跟你厮杀的 他钱很多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连索罗斯空投巨恶 他都可以惨亏离场 你就知道说香港对于这个汇率的稳定啊 他的信心 他的决心 他的毅力 好那你说 那索罗斯毕竟就是一个 民间的一个金融巨恶嘛 那这回我们谈的可不是某一个金融巨恶 某一家投资公司要来狙击港币哦 那是一个国家政府耶 你说如果是美国 他要出手来动港币的汇率 香港hold得住吗 现在的香港说他们有两招应对 他们觉得他们有信心 有实力可以hold得住 一个叫做外汇存底 另外一个就是他有父爸爸父妈妈在后头 中国当他的靠山 香港的财政司的司长 叫做陈茂波 那陈茂波呢在五月底就曾经讲啦 目前的香港的外汇存底 高达四千四百亿美元 这个是流通港元金额的两倍以上 如果你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讲 你的这个汇率要不要能够维持稳定 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外汇存底够不够嘛 你看像是有金融巨额来狙击 你就是钱要拿出来跟他砸嘛 对不对 那个跟索罗斯内议啊 你可以往前翻 我们也曾经聊过啊 其实呢就是跟你砸钱比谁口袋深啊 那最后索罗斯就夹着一巴 好吧你赢了你有钱 你有钱他离开嘛 离场嘛输光嘛 输到脱库嘛 那这个香港就外汇存底 这么多啊 所以呢你还要来狙击我吗 我的外汇存底是流通港币的金额两倍以上 这么多钱跟你玩 有人跟他玩得起吗 那你说还不够没问题 我们来看到现在他的一个外汇存底这么高 是四千四百亿美元 那我们刚刚谈到索罗斯嘛 索罗斯狙击港币那一年是1997年 那一年呢外汇存底才六百六十亿美元 那你看如今比当年的外汇存底 还多更多 当年都可以把这个狙击港币的人赶走了 那现在的一个状况又不是同日而语了 更多更多 然后你说好外汇存底如果不够 美国请全国之力要搞倒你港币的话 香港财政司司长说 我们还有靠山 他已经在2019年中国的人行 人民银行签下了货币互换协议 也就是说香港呢 如果有美元的需求的话呢 诶 中国就会给你完全的支持 那中国又来了 就是你要支持人家你要钱嘛 所以呢 诶 中国有超过三兆美元的外汇存底 所以呢 又是一样全世界最多外汇存底的国家 要钱很多啊 全部都在后头 可以支援香港去跟这些想要狙击港币的人 一起来跟他下手 所以呢 这个是外汇存底给了香港底气 他们说呢 如果有人要来破坏这个联系汇率制度的话 他们做好准备跟他火拼到底 好 那你说他们现在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个人家要狙击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川普政府他要解决 他要破坏这样的一个联系汇率制度的话 谁会受伤害呢 好 我们就来看看了 现在呢 有很多的一些分析 认为川普总统应该不会出手 因为出手之后呢 你当然会伤害到香港 你会伤害到很多在香港投资的一些外资的一些集团 但是呢 对于美国本身来讲 一方面很多的美国企业在香港投资嘛 美国银行也在香港哦 你如果是货币出手的话 银行会受伤哦 你要受 你要伤害到你自己的美国银行 再来就是美股可能会受伤害 为什么 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香港金管局直接这样讲 他说如果美国要来攻击港元的话 那叫做自杀式的袭击 那当然这香港人讲的嘛 我们也不可尽兴 他当然就是要跟你先这个喊话 我们很有自信 那彭博社就分析了 他说美国是很难以伤害联系汇率制度的 然后呢 他就讲了 他说一来 你要去打击这个联系汇率制度不太可行 你如果真的不让香港能够换美元 不让他兑换美元限制他换美元 像是美国限制伊朗 限制委内瑞拉尿的状况的话 好像不太可行 因为呢 他的一个靠山是中国嘛 那中国可能会反制行动啊 中国手中也有很多美国的国债啊 还有美国的一些股票啊资产啊 所以他认为那就是一个你真的要直接的对杠吗 这好像是最后最后真的两国要开战的那一步耶 所以他认为此时好像不太可能 再来呢 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就说了 他们从客观的数字来看 现在全世界 这是去年的报告 2019年哦 全世界大约有8%的外汇交易都在香港 所以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汇中心 好那你这样的外汇中心 除了美元之外 美元是只有美国人在用的吗 没有吧 现在的美元 大家说美元霸权嘛 几乎所有的这个外资之间互相的清算 都会用美元嘛 所以呢 现在如果说欧洲他也用美元 在跟香港做生意的话 你要解决 你要破坏这样的一个联系汇率制度的话 欧洲也不同意啊 其他国家也不见得同意啊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在香港要下手狙击他的港币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 他一方面要考虑 对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伤害 再来要考虑 其他的一些国际的上头的盟友 不见得会同意他哦 所以呢 现在要出这个手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分析师都认为 应该是不至于 所以呢 我们就看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话题哦 这个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有没有可能被破坏 现在看起来似乎 就是一个假议题 就是一个美国放话的一个工具而已 他应该不会真的把这样的武器拿出手 好 那有这样前提之后 我们就来看啦 回归投资方面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港股能不能投资呢 香港最近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波折 风雨飘摇 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如果我们光以财经的角度 投资的角度来讲 当一个市场 你已经先确定了 他应该 应该还会维持 他的一个财经的投资价值的话 当他遇上了这样政治上的不确定的话 会不会是我们投资人的好时机呢 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呢 我们看到很多分析师说 这叫做香港股市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机遇 低估值高股息代表现在香港的价值已经浮现了 那如果从绝对的一个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看 港股呢 在去年的一个反送中行动过程当中 港股呢 遇到了很大的乱流 但是呢 慢慢慢慢 你看到港股好像已经稳定下来 开始回神了 再加上呢 最近香港的一些话题呢 都被视为应该就是纯粹的政治议题 所以呢 现在已经很多投资机构说 港股可以开始进场投资了 大摩直接说 在明年的六月份目标价呢 从两千 两万八 最牛上看 三万三千四百点 哇 上看三字头三万多耶 你会觉得三字头很夸张吗 不会啊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也曾经来到三零二八零三万零两百八十点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回到三万 现在很多投资机构认为前景可奇 而且认为呢 政治上的波折 反倒是投资人最好的机会 好 这个是港股呢 那么最近的话题就是联系汇率制度 被大家讨论说 我们可能被美国出手取消 这样这样这样 现在看起来似乎哦 如果这样的一个波折 导致港股的震荡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港股是不是已经浮现了投资价值 有没有机会大家出手赚点钱哦 好 那么就是今天的这个理财治疗室 跟您分享的就是港股的投资价值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